五次离开北韩 因为他要前往海森威来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我们要请教慧云的是 大家很好奇两人会秘密协商什么内容吗 甚至美国这边又是如何反应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目前掌握到的消息 是这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睽違四年终于看到他专用的绿皮火车 是离开了平壤 那么预期他要前往的目的地 就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城市海参威 那么据了解现在掌握到的消息 是在他周日时间下午的时候 他就已经出发了 但是什么时候会抵达呢 俄罗斯这一方是没有给出任何的确定消息的 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培斯科夫他是说 这一次金正恩前往俄罗斯 他是应普清邀请 那双方会针对两国的关系 做深入的讨论 那很有可能还会有一对一的面对面沟通 所以俄罗斯这一方并没有把金正恩 会见普清这件事情说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掌握到的情姿是说 金正恩此行过去 普清可能才是祈求的那一方 美方国务院的用词是这样用 他说普清会向金正恩来祈求军援 就是因为俄罗斯在前线战时遇到困难 他们必须要向北韩请求支援大量的炮弹 那么另外就是说 之前四年前金正恩来访的时候 普清是非常热情的迎接 这一次还会不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呢 外电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带您关注 另外还要关注的是 今天是911恐攻 戒码22周年 但俄国的前总统竟然是恐吓美国说 将再次受到恐怖攻击 请问这讯息从何而来 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慧云 好 这个讯息是由梅德韦杰夫 他本人在他自己的telegram上来发布的 因为这个时机点就是刚刚主播说的 911事件满22周年了 那么美国这个时候 有非常多的庆祝活动 那么场面气氛当然是相当哀气肃目的 但是这时候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他同时也是普清的心腹 居然就说了 美国自己态度傲慢 是假公益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未来还有很有可能 会再遭遇像是911形式的攻击 而且他还加码说 这一次是带点核武 还有生化武器的成分 所以这个恐吓的意味是相当浓厚的 那么事实上 梅德韦杰夫近日就是不断的 对美国都有非常尖锐的批评 那像类似这样子的言论也是时不时的会出现 那这一次他是拿911事件的这个时机点来大作文章 就说美国的作为势必会在招致 在国际间会再出现像911形式的攻击 尤其又是提到核武这个部分 又会让人家觉得 俄罗斯又在拿核武威胁全世界 好 谢谢惠云带给我们最新的国际讯息 好 接着我们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YouTube频道上拥有大约4万人订阅的 韩国网猴妹五月 在香港中环地铁站直播到一半时 突然被陌生男子性骚 那这个